韩红到现在古时了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当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 海啸的时候 台风的时候 包括河北被淹的时候 不管哪里有灾难的时候 你总会第一时间看到韩红的身影 有的人说他是作秀 为了出名 他不需要 作秀一次我认同 作秀两次我认同 作秀十次二十次 十年二十年 还叫作秀吗 有哪个明星能够冒着生命危险 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的现场 很多人说韩红什么广告都接 什么烂电视连电影都拍 什么综艺节目都上 甚至为了赚钱 还跑到二三线城市去接商演 他如果为了钱 他大可不必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帮了多少人 做慈善这几十年来 韩红个人加募资的基金 捐出去的已经超过了12个亿 韩红从小是被他奶奶带大的 他从小跟着他奶奶相依为命 在韩红十来岁的时候 他喜欢唱歌 他有音乐梦想 他的奶奶为了支持他的音乐梦想 去卖血 到最后他奶奶死在他的怀里 在死之前告诉韩红一句话 说孩子永远不要忘了 如果你以后成功了 如果你以后发达了 如果你以后成就了 永远不要忘了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 从那以后赚了钱做慈善 当红十字会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 韩红发了一个微博 相信我的捐到我的账号来 下面是他的账号 保证每一分钱都会公示给你们 你们知道吗 不到三天捐了一个亿 当年韩红搞了一场明星的一个目击活动 他给他娱乐圈的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打电话 他那些娱乐圈的好朋友们都表面的在答应 结果韩红自信满满的 把他们的粉丝也都召集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到场 韩红哭了 他真的感受到了事态炎凉 下面的粉丝说 韩红老师不要哭 我们没什么钱 我们来卷 粉丝们完成了那场募捐活动 韩红直接在舞台上下跪 向他的粉丝来表达感恩 没有人懂他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 为什么韩红走到哪里 众人拥促 不会获得鲜花掌声 因为他心中装的人很多 他装的不是自己 他装的是众生 所以我想告诉各位 一个人的成就 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你点亮和帮助了多少人